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郭海修三 这个视频呢,咱们终点给大家讲残论基础教程第六节,走势 那么咱们这一节呢,讲的内容比较简单 咱们呢,先给大家讲最简单的理解 然后呢,再从残论原文当中的概念 然后呢,再回归到最简单的总结 咱呢,再结合案例 首先什么是走势 走势的话呢,其实打开任何一个个股或者是盘面 你所看到的就会走势 好,那么走势呢,从下面这几个方向去理解去讲 才能够理解的更加充分 走势呢,分方向,走势分类型,走势分级别 走势要看它的组件单位 好,那么呢,走势分方向 就是走势而言,它只有从方向上面来讲 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如此而已 向上的话呢,对应的走势的进入段是上行的 它的最终的结束段,它也必须是向上的 这是一个方向而言,是向上的走势 那么向下的走势的话呢,对应的 属于中间有这样的结构 好,进入段是向下的 最终的结束段,它也是向下的 那么走势分类型,这是重点 什么叫类型呢,那么在禅论当中 对走势类型的划分呢,它只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盘整 一种呢,称之为趋势 那么盘整和趋势,它们之间的一个衡量标准 例如说呢,一个走势类型当中 它中间呢,只存在 一个中枢 好,那么呢,这称之为 盘整 走势类型 好,那么呢,这个位置呢,称之为盘整的进入段 中间的话呢,对应的是 中枢 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属于离开段 好,那么反过来的话呢 对应的,它是一个向下的走势类型 那么走势类型呢,这样的话呢 称之为盘整下 就那 这次为,称之为盘整上 称之为盘整下 好,那么从走势类型上面来讲 另外一个称之为趋势 趋势和盘整的一个定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 它存在同级别,同方向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枢 例如说呢,同样的 好 那么呢 这个走势类型,首先方向上是向上的 然后类型上面来讲的话呢 一个中枢,这是第二个中枢 那么这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上 那么反过来的话呢,对应的 例如说,好,向下 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同级别 同方向的中枢 那么称之为趋势下 好 那么这里面呢,对于趋势来讲 它又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定义的话呢,就属于两个中枢 同级别,同方向 而且呢,高低点不接触 如果说接触的话呢 那么从中枢的一个角度来讲 它是属于中枢的扩张 好,后面的咱们这句细讲 首先我们要去理解 要不然的话呢 理解这一点 因为咱们前面像什么是 像开线 开线的包含分行 比线段 中枢 前面的都按照这样的顺序 给大家进讲解 那么今天的重点讲的是走势 走势的话呢 你说看到的 就是任何一个 个股也好,盘面也好 你在行情软件中看到的 就是一个走势 但是走势呢 它分方向 向上向下 类型,盘整和趋势 那么呢 结合它的方向的话呢 至于盘整上 或者趋势上 盘整下或趋势下 好 那么呢 第四一个核心要点呢 是走势分级别 那么这里面呢 要格外注意 它的一个级别是什么决定的呢 是它的中枢决定的 如果这个中枢是 五分钟的 五分钟级别的 那么它的一个走势类型 也例如说呢 五分钟盘整上 五分钟趋势上 那么呢 它主要是它的中枢是五分钟级别的 如果说这个中枢呢 是属于 哎 三十分钟级别的 那么它就是个三十分钟的盘整上 或三十分钟趋势上 如果说 中枢级别呢 是属于日线 级别的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就属于日线的盘整上 或日线的趋势上 反之也是一样的 好 那么走势的组件单位 这个组件单位的话呢 那么例如说 我们在 实战运用当中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从走势类型的组件单位来讲 它分为进入段 好 进入段 然后的话呢 加上中枢 加上离开段 好 那么中枢的话呢 是三个次级别 或次次级别的 走势类型 有这样的反向的走势类型 有这样的重合区间 那么呢 我们讲话理解呢 就属于三段 重合定中枢 那么离开段的话呢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的组件 其实也就是说呢 向上的走势类型 它的离开段是向上的 向下的走势类型呢 它的离开段是向下的 那么知道这样的一个组件 最起碼我们要知道 它处在 它就是走势类型 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 什么是走势 什么是走势的方向 走势的类型 走势的级别 逐件单位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说 盘整 上走势类型 它处在一个离开段 那么离开段的话呢 如果说 最起码呢 大家知道这一点 它都处在离开段上 离开段的话呢 如果说和前面记录段 有被辞 那么防范的是回落 如果说呢 离开段没有被辞 那么呢 可以期待一次 回落 不破中枢上演 给三买 然后的话呢 再往上 进而 有没有机会呢 发展成为趋势上 或者是 反之呢 就相当于发展成为趋势下 好 这是 讲话的一个理解 那么咱们再看 禅中说禅原文 那么基本概念里面呢 像任何级别的走势类型 均可分为两类 盘整和趋势 例如打开任何一支个股 我们来看 打开任何一支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你所看到的就是走势 只不过呢 我们把走势在残势当中 他有这样的一个划分 例如说呢 像大友能源 咱们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啊 在4月8号还是4月9号呀 当时给大家进行 视频当中有个案例 讲到的话呢 期待他能不能有机会成功 发展成为五分钟级别的三买 为什么呢 从两块九毛八 这是进入段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下上下 构建一个中枢 现在离开段 那么他的级别是什么呢 日开线的一个维度来讲 像是笔 好下上 这连笔都组成不了 下 那么再看30分钟 30分钟维度来看的话呢 那么他的一个 这是属于向下的一笔 向上的一笔 向上的一笔 他是笔逐渐 他也构不成标准级别的30分钟 所以说呢 它是中枢的一个级别来讲的话呢 它是一个五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那么五分钟级别的中枢就决定了 这一个走势类型 它是一个五分钟的 这样的一个盘整上 好 那么五分钟的一个盘整上的话呢 对应的中枢新成过之后 我们来去看 它对应的有这样的一个向上离开段 好 向上离开段之后呢 咱们当时给他讲的一个观察点是属于 回落下来 如果说不破这样的一个中枢 上延的位置呢 它给的是一个三买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给出三买之后 例如这个三买从四块到四块橘毛五 就是百分之二十的空间 然后呢 再进行回落的话呢 其实同样考察前面低点 也是考察这样的一个中枢上延 好 回落下来 再进反弹 那么反弹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向上补创新高 那么呢 它的一个防范点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防范点是属于 从四块橘毛五的位置 会不会组建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 一分钟级别的盘整走势类型 这是起一 起二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走得足够强 再给出突破前面高点 那么呢 又可以推演为 从这个位置来讲呢 又推演为新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那么呢 有机会发展成为 从盘整上发展成为最终的趋势上 那么它的前提呢 成目称为趋势 取决于这个位置下跌 下上下的一个级别 和它是不是同级别同方向呢 好 那么呢 禅中缩产当中的盘整 任何级别 任何走势类型 某完成的走势类型 只包含一个禅中缩产走势中枢 就称之为盘整 就是禅中缩产盘整 如果说呢 含一个 就是含两个及两个以上 称之为趋势 那么从方向上面来讲呢 要么是上涨 要么是下跌 好 那么呢 可能措辞而言 原文当中 会有一些拗口 那么从简洁的角度来讲 就是咱们刚才给他讲到的 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 什么是走势 我们所看到的 那么呢 走势类型分为 完成中的和未完成中的 什么意思呢 来举一个例子啊 什么例子呢 列说 就拿我们的 三正指数来讲 那么三正指数来讲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从3731.69 这样的走势 首先呢 我们有一个趋点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们以阶段性的 习惯上是以阶段性的高点 或者阶段性的低点 来作为一个新的观察点 从3731.69 那么对应的 它是一个向下的走势类型 听到这个走势类型有没有完成呢 没有完成 为什么呢 从走势类型来讲 它分为盘整和趋势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对应的 它是一个进入段 好 这个可以把它作为中枢的组件的过程 组件的过程的话呢 对应的 它从这个维度来讲 是可以去推演 它可能会给出一个向下的离开段 发展成为这样的一个盘整下 但是这个中枢的组件呢 它是一个30分钟级别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走势类型 走势类型的完 就是组件过程当中 那么当这样的一个走势类型完成过之后 好 再去观察 它后面的一个推演 这是30分钟级别的 那么我们再用不同的一个观察点来讲 列出从一分钟上面来看 一分钟从上面来看呢 列出像3373.09 它的一个反弹的话呢 对应了只是一分钟的线段 它连终数都没有完成 这就属于向上组织类型 进入段 它还没有完成 所以说呢 它的反弹至于结束 后面呢可能还会有一个盘 有一个一分钟中枢组件的过程 组件过之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如果说有被磁浅高 有承压 它可能呢 再会面临回落 那么反之 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 例如说 从3495点的位置下跌 它走了一个一分钟 中枢再往下走离开段 再往下走离开段的话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 从一分钟 维度上面来讲 这就是一个 看到的 这就是一个走势类型 这个类型呢 是向下的 好 它是一个 一分钟盘整下的走势类型 但是这样的盘整下的走势类型 我们观察它什么时候结束呢 也说像 如果说像仅仅出院 这样的一次反抽 那么我们还不能视为结束 为什么呢 它完全可以 从一分钟盘整发展成为 一分钟趋势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我们要考验 它给不给三迈 那么像这个位置的话 它一口气 冲上去这样的中枢上延 这个中枢下延呢 已经结束 而且呢 穿过这个中枢 那么呢 可以宣告 从3495.91 到3373 它对应的是一个盘整 走势类型完成 那么它需要组建一个 一分钟 向上的走势类型 弱 对应的盘整 强 对应的趋势 好 这是常规的一种推演方式 好 那么呢 我们再来去看列说 同样的 如果说我们用 30分钟的一个维度来看 用5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看 用5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看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类型 它就不能 就是它属于在组建中的 好 那么用30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看的话 那么当前 它的一个 走势而言 这个位置呢 因为它是一个5分钟的 一分钟升级为5分钟的 这样的中枢 好 这样的中枢的话呢 咱们前面是给它讲到过的 好 这是一分钟的走势类型 它是一分钟的一分钟的中枢 好 回落下来 这是进入段和离开段 而后的话呢 它 一分钟升级为5分钟的中枢 那么呢 它的一个走势类型的级别 生长为5分钟 那么从 3373.69 到3328.31 这个走势类型呢 它就是一个 5分钟的 盘整下 5分钟盘整下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在组建的是一个 好 这是一个 对应的 好 5分钟 盘整上 然后5分 这是一个 30分钟的 线段上 30分钟线段下 30分钟线段上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又可以组建为 30分钟级别的 中枢 那么呢 它的一个中枢和前面的 相比它是升级的 那么呢 如果说再往下 再看待这一个 走势类型 它的属于 30分钟级别的 走势类型 好 这是 咱们对于 走势的一个运用 我们要知道 就能作为 从任何一个 观察点来讲 例如说 从3373 在30分钟级别 它是一个 一笔上的 逐建过程当中 好 那么呢 在5分钟的 维度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对应的 只是一个 线段上 那么在1分钟上面来讲呢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 现在它还没有 逐建这样的一个 1分钟的中枢平台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反弹 它应该还能够 最起码呢 还能够往上的延续一下 这是一个推演 好 那么呢 通过今天的讲解呢 最起码它要知道 咱们 它的一个组件 像进入段呀 像中枢的组件当中啊 或者是期待向上离开段呢 离开段走的 如果说强 期待给出300的机会点呢 大家能够听明白什么意思 好 那么咱们在下一节呢 再给大家继续重点讲 背词 好 希望它这样呢 将近的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然后呢 结合前面的内容 禅论这个体系呢 是一个比较完备的 如果说你只是 理解了一点点 很难去融会贯通 希望呢 咱们从基础讲解 而且呢 越学 越精 越用 越灵活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提及的留言点赞 好 再见